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晚盘的时间 我是Homely的陈小宇 首先来看一下亚太地区修市的情况 亚太地区修市涨地三半 账幅较大是台湾加权指数 越南或者明市、巴基斯坦、澳大利亚 跌的比较多是新加坡、泰国、印度 马来西亚下跌就是蛮大的 因为从早盘的话就出现了无浪的下跌 之后在11点差不多11点的位置也没有转上 整个一天差不多都是在黄线以下运行的 所以说基本都是在熊子当中 那么这个时间点是10点50多分 往上走但是没有突破黄线 最终尾市又拉上来在黄线以上 差不多算是有惊无险 今天早盘预测的时候 预测今天收阴线盖率比较高 最终却是收了阴线 盘中往下探的深度比较深 但是尾市拉上来说明在1580点附近有很强的支撑 从我们目前走起来看 多方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趋势的状况和资金的状况 上行趋势有减弱 庄家有小幅的减少 但是不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马股收市的盘面特征 马股收市最终收在1603.75 下跌了7.67 跌幅在0.48 其中实现上升的是390只 下跌的股票是688只 平盘的股票是416只 从行业来看 多数行业都实现下跌 今天跌的较大的是 Financial Service 以及 Energy 跌了1.12 Healthcare跌0.42 今天还在逆势上升的 像Technology Plantation Property 或Transportation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像Information Technology 今天属于抗跌的 抗跌的基本上大多数 都属于中小盘的这些 仙股 仙股比较多 账幅也比较大 那0200 它是第一天翻红 9393也是第一天翻红 专家第一天增仓 撒虎第一天消失 0041就一直很强势 昨天看到就很强势 专家有增仓 今天继续大幅上升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Financial Service Finance Finance今天跌的比较多 你可以看到主要0跌的是哪些 像259 包括1538 1818今天跌的比较多 银行股呢 像1015 1295 都跌幅在3%以上 那像 1163 跌了2% 那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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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跌了1.0 盘中跌的比较多 银行股呢 像4464 2097 893啊 这个还是不错的 那893呢 你可以看到昨天中价有增仓 今天呢 就涨了比较多啊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herscare herscare herscare今天呢 大多数也没有上 只有少数还在上 像7191啊 0163啊 0155啊 7090啊 0101啊 5168啊 包括7081 啊 两只比较强的是哪个呢 一个是7191 一个是0163 那这两个股票 为什么会逆时飙升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根据趋势的角度 和庄家角度来看呢 趋势有增强啊 啊 庄家有增仓 所以这就是它强势的 一个更美更美的原因 那0163呢 庄家资金一直是非常强势的啊 今天虽然盘中有震荡 但是最终呢 又实现了上升 大型的手套 像706啊 713呢 包括7153呢 就开始下跌了 确实还是往上的 但是 目前呢 庄家在持续的减少 我们可以看30分钟 30分钟图呢 其实这边呢 就开始一路减少了 所以说这种股票呢 就要注意风险了 TOWGLAV呢 也下跌 但是跌的不多 这种股票呢 就容易怎么样 是暴跌 因为上升比较艰难 是吧 容易出现暴跌 啊 还有一些小型的 就没怎么起 比如像 706了 我也没起是吧 706也是比较差 上升呢 虽然在持续 但是庄家没有 没有增仓 没有增仓 所以是比较危险 那像之前 像这个 类似的像这种 7148呀 或者说7081呀 这种疫苗股呢 它的庄家资金呢 是持续减少 然后 上面的趋势也 就开始变成青色了 所以说 短线就 风险已经出来了 那你的股票 今天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说你的股票 今天还是 上升的 说明你选股是 比较棒的 如果说你选的股票 在上涨的时候 它涨了 下跌的时候跌了 只能说你选股一般 在一个下跌当中 才是我们选择强势股的 绝佳时机 在一个暴跌当中 如果说股价还能起的 一定是有强装 一定是强装股 所以说 我们近期给大家讲的这些 小型手套医疗呢 我近期给大家讲的这些 小型手套和医疗呢 这两天的表现都非常强势 基本上 还是逆势飙升的 原因呢 在于它 什么情况呢 就还是在 庄家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我们看一个零一八八 那么它今天涨了八个八千 虽然不是很多的 但是说 它的庄家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那你到底选不选对股票呢 是吧 那大型手套最近震荡性比较大 那你是选择 出名的公司呢 还是选择庄家高度控盘的股票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搬打我们的热线 你手中的手套到底是不是还在上升呢 你其他行业的股票 是不是庄家已经跑路了 今天在下跌之后 会不会是下跌的开始 还是一个短暂的下跌趋势 你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面的方式 看看你的股票到底是不是大幅减仓 散户有没有出现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非常有帮助 可以点赞转发给你的股友 尤其是有投资 手套 行业的股票 朋友们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软件很好 想要去使用的话 可以搬打我们的热线 好了 今天我们的晚盘解析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